记者张义成宜兰报道,宜兰县苏澳镇南安国校六名五年级学童,去年十月以我们的约定为主题,花了一个月时间跟拍行动不变的菲比阿姨,今后至剪辑成十一分钟的纪录短片,导演吴云轩说,拍摄完后才发现看似简单的动作,对生长者而言却是最大的不变。 南安国校校长张志宏热爱剪辑短片,去年十月,甄选五年级的刘欣如,吴云轩,汪一晴,罗丈荣,黄伯辰,李恩宇组成拍摄小组,由吴云轩担任导演,其他人分工摄影,测拍等工作,张志宏则在旁技术指导。 六人起初提议以自己的邻居与家人作为故事主题,但张志宏认为短片因更具深度,最后选择带苏奥社福大楼服务的菲比阿姨作为故事主角。 被孩子称为菲比阿姨的陈月娥,曾在台北工作,二十多年前因为脊椎压迫到神经,手术后从此与轮椅为伍,回到南方奥进养后,因为轮椅的处处限制有超过二十年,未曾踏上台北市。 六人花了三周时间跟拍陈月娥工作与生活,透过访谈也带出她的年轻回忆,陈月娥说轮椅带给她生活很大改变,但她一直有个心愿,希望回到二十年前一样坐着火车到台北,看看她熟悉的台北市。 接下这艰难任务的六人,花了二周时间讨论去城及回城交通工具,还未路线做了。 各种沙盘推演,去年十月底,一行人从苏澳搭乘客运出发,陪着陈月娥走访台北地下街,回城时则改搭火车,让陈回忆年轻时,从火车往外见到龟山岛的感动。 真的很感动,陈月娥说过了二十年再回到台北,不变得是年轻时的回忆,很感谢几位孩子在访谈里做足功课,完成她多年的心愿。 这段找寻回忆的小旅行,今后至剪辑成十一分钟的短片,上个月参与弥兰县生命教育为电影竞赛,获得国小组特优导演吴云轩说,投入拍片才让她感受到,原来看似简单的喝水动作,对生长者而言却这么困难。